罗马天主教教中方济各星期三 在缅甸首都阳光主持露天尼撒 呼吁缅甸人民为和平与和解采取行动 方济各对数量远远少过人口当中 占多数的佛教徒的缅甸天主教徒 作出以上的呼吁 方济各说他知道缅甸很多人都受到 有形或者无形暴力的创伤 人民往往会以常人的思维作出反应 但也往往是错误的 他们相信愤怒和报复可以疗伤 但报复不是耶稣之道 主持尼撒的前一天 教中方济各坚称 缅甸的未来要取决于尊重所有种族的权利 这是间接显示对罗兴亚穆斯林的支持 罗兴亚穆斯林几十年来受到歧视 最近又受到缅甸军队的镇压 联合国称之为典型的种族清洗 教中方济各说 所有以缅甸为家的人都应该确保 能够享受他们的基本人权 保持尊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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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